做事情要专注认真 不过这也得分事 这不下面这位大白天的在马路上公然盗窃 民警都站在身后了 还在那对着电动车鼓道呢 这是前几天发生在津南历城区将军路上的一幕 一名男子蹲在路边 正在用螺丝刀卸一辆电动车 整个过程全神贯注 甚至连民警站在了身旁都浑然不知 那你拿这个干啥 我拿这个我车翻了 我自己就说 车要是拿的 车要是没有 男子浑身酒气 面对民警的询问支支吾吾 其实他还不知道 自己的行为早就被人看到了 听到两个汽车中间的缝隙中 他就自以为天衣无缝了 但是他没想到一个哗啦啦车的司机 正在车上等活 突然发现了他在这里 这个卸了电动车盖子接线 然后人家热心群众接着不打10报警 男子姓张 今年40多岁 随后民警将张某控制 并带回了派出所 经过四五个小时的行酒 张某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盗窃行为 我们出警的时候他在现场蹲着 他正在上这个挡板 一开始他把挡板陷下来了 把里边陷接上来 现在这个车的状态是 你看虽然这个车没有插这个钥匙 但是这个车电源已经接好了 包括电影已经接上了 而且现在已经阴顶方向 车又能正常行驶 民警调查发现 张某在盗窃这辆车前 还曾盗窃过另外一辆电动车 只不过因为接错了线路 才没盗窃得手 学过电工 而且学过电动车维修 所以知道这些电动车接电原理 但这次他因为喝酒喝多了 他这个线应该接错了 所以他这个电动车后轮爆死了 然后推起来很费劲 张某供述自己当天中午 在路上喝了一瓶高度白酒 酒劲上来后 想到自己平时打工 出行不太方便 于是一时冲动 就有了盗窃电动车的想法 目前张某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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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